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比较欢迎来到民主阵线啊 那么这个首先呢先给大家通报一下这个苏丹的这个情况 为什么要通报一下苏丹的情况呢 因为的中国在当地这个央视啊 cctv啊 这个被打了啊被打了 呃所以说呢这个背后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去过苏丹啊 然后就出现这些事对吧 那么打中国央视就是给中国在非洲的行动一个警告啊 你在这里没有武力啊当心一点 然后呢还有这个有一个文章说啊 这个美国三招就可以把中国航母给干掉 啊我来看看到底是哪三招啊 三个优势哪三个优势 那么还有呢就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 现在离美国关岛只有七百一十公里 哈哈哈哈 这特别有意思啊 好我们来看看 苏丹战火又起中国央视驻地大楼也遭袭击 苏丹在经过短暂停火之后 战火又重新燃烧 路透社引述目击者称 苏丹军队周日在与敌对准军事部队的血腥权力斗争中 似乎占了上风 空袭着他们的基地 另有消息说 中国冠名央视在苏丹的驻地大楼也遭到了弹袭 大楼地下室屋顶被打穿 中国官方透露消息 在当地经常中国业者纷纷关灯躲避 当地一位医生小组说 自苏丹战斗开始以来 至少有97名平民丧生 365人受伤 周六 终于苏丹过渡政府主权委员会的主席 阿普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的军队 与副主席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将军 领导的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 之间爆发了战斗 这是自双方于2019年联手推翻 资深伊斯兰独裁者奥马哈·哈桑巴西尔爷的首次武装冲突 冲突起因是将RSF纳陆军队 作为向文官统治过渡的方面 存在分歧 联合国驻苏丹特派团表示 布尔汉和赫·梅蒂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 格林位置标准时间 1400点至17点 暂停战斗三个小时 以允许联合国提议的人道主义撤离 但该协议在短暂的时间后被广泛默示 昨天夜幕降临时 居民们报告说 在首都喀什木格尼罗河对岸的巴赫里的卡尔赫里区 炮声和战机声 轰鸣声不断 美国中国俄罗斯 埃及杀到阿拉伯联合国安理会 欧盟和非洲联盟呼吁 尽快结束 可能加剧本土动荡并威胁更广泛地区不稳定局势的敌对行动 这个后面 对不对 又有美国在这个后面捣鬼 大家都知道 苏丹从独立开始以来 一直以来都在打内战 以前的苏丹还是一个国家 还跟南苏丹也是一个国家 现在后来又分裂出去了 苏丹跟南苏丹 苏丹自己呢 又是不停的在这里干仗 打仗 而且苏丹啊 也是一个非常反犹太的一个国家 在全世界 唯二两个对犹太人非常极端的 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禁止一切犹太人入境的 所以两家马航被搞掉 然后苏丹呢 也是 苏丹他也是这个对犹太 他是比较那个 也是这种好像也是不能入境的 还是他现在有没有改过也不是很清楚 他们那边经常性的在 把一块儿这个政教合一的政府给他推翻了 军人之间的相互干起来 这个由军政府向这个文官 这个开始过渡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系列这个矛盾 然后又干起来了 这就是苏丹这个事情的 他的内因就这个内因 但是你说你你这个干仗 对吧 你把这个中国央视的大楼都给他打 掀翻掉 那这显然这是非军事目标 非军事单位 但是他还要这么去做 可见 一些人听从美国的这个建议 对吧 给中国来个下马威 给中国点颜色看看 所以我又已经说过了 我们在我们天天在这里弄这么大的军队 你在海外没有这个瓦格纳这种雇佣兵组织 那有的时候还是不行的 还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我们啊 真的要在这方面要加把劲 好吧 这个事就说到这 因为多说呢 等会儿 对吧 大家听了呢 有些人肯定也会不太高兴 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够好了 我们怎么还要有这么多想法 对吧 因为确实我们在海外有很大的利益 确实要得到保护 动不动把你楼给屋顶给掀了 是不是 这确实不符合中国一个大国的一个地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美国海军有三种强大武器 可置中共航母于险境 那到底是什么武器啊 一周前 中国为报复台湾 所谓总统 所谓蔡英文 在加州和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会晤 进行三天环台军演 并首次派山东舰航母参加军演 引发关注 分析内认为 中共航母在与美国海军交战中 可能非常脆弱 美国现在有三种武器 可将中共航母置于威胁境地 未来武器会更多 中共山东航航母 是在辽宁号航母基础上设计建造的 辽宁号航母前程是 原本将要报废的苏联航母 王朗格号 因此中共航母作战能力 一直受到质疑 山东舰和辽宁舰 均使用华尔越起飞模式 限制了战机起飞的重量 武器载荷和整体作战力量 中共航母平时出海训练也不多 而美国十一艘航母 全年都轮回在地球上几大洋巡航 和其他盟国海军一起军演 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美国有海军 有三种强大武器 可重上中国航母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五代战机F-35和F-22 美国海军可大规模投射前沿的 第五代海上空中力量 可能会压制中共航母防御 美利坚及两栖攻击舰 可以部署多达13至15架F-35B 舰载机连队可以弹射F-35C舰队 如果在太平洋发生交战 美国陆基F-22和F-35A战斗机 可以从关岛日本或其他前沿地点 升空参加战斗 令中国航母处于美军打击距离之内 日本最近辞职数十亿美元 购买F-35 并将很快能够部署 大型第五代攻击机编队 令中共航母在作战时 再增加一层风险 那么这种说法呢 老兵觉得完完全全是他妈比扯驴蛋 首先一个 F-35也好 F-22也好 这个在中国的密集的这个防空网络下 你说这两种飞机 你说是来近战吗 近战呢 不好意思 就能把它给打掉 把它给打掉 那你说美国的航母跟中国的航母会离开多远 美国的航母按照这一次来讲 它离中国航空母舰 大概有200海里 也就400多公里 400多公里 然后你美国的航母 在这个位置 不好意思 中国的英机20亿 美国自己都成 所以我说 独人运这一帮 他妈的狗娘养的东西 狗娘养的东西 天天就是喜欢吹他美国爹 多么牛逼 多么牛逼 多么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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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5 F-22 你F-22在 在他妈的冲神起飞的 离得中国最近的 你F-35 战力到底怎么样 鬼知道 但是有一点 以色列驾驶的 是F-35里面最先进的 叫F-35Y 这种战机 比RBC 还要更加牛逼的 对不对 Y 但是在叙利亚 他现在不敢飞了 在叙利亚 他现在只敢在远处 放导弹去打击 叙利亚 他F-35Y不敢飞 中国的米波雷达 直接可以探测到他 那中国海上的 这种相控阵雷达 尤其055上面 相控阵雷达 什么叫相控阵雷达 放在那边 因为你看到雷达 你印象中雷达 都是这样转的 对吧 这样转 不停的这样转 相控阵雷达 就是不转的 往那里放 然后你过来 直接就能探测到你 我们还有这个米波雷 米波这种雷达 太尼F-35 F-22 一路反掌 对吧 中国的反隐身能力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 他这个飞机 只要赶赶过来 在我们密集防空之下 我们还有 我们这个军舰上 这些高超音速 这些导弹 防空导弹 和这个激光 打他这个飞机 都一路反掌 还有最重要一点 就是英机21 055上面 只要一发射这个玩意儿 美国航空母舰 准备他妈打穿掉 那你战机过来打 那你战机停靠在哪里 对吧 只要你的战机 是往我这里来飞 我一判到你 你是往我这里来飞的 我他妈 都英机21 直接就打过去 美国航母 直接把你打穿掉 这种的麻痹是胡说八道 还F-22 F-22 我操他麻痹 美国他敢过来 歼20他麻痹 也从福建 浙江这边起飞 他是从浙江那边起飞的 直接过去 就跟你来玩一下子 谁干得过谁 还不一定呢 你美国战机F-22 你都要七架飞机 来支援他 一架来作战 扯什么驴弹 对不对 你敢你敢搞 马上他妈东风1516 关到那个 那个冲绳快递 马上把他妈冲绳 加上那基地 一次性给他炸掉 吹什么牛逼的真的是 另一方面 中国空军可能没有足够数量 战机和技能 来帮助航母抵御 美国的任何攻击 虽然中共正在开发 所谓的第五代尽弹机F-21 但尚不清楚尽弹情况 可以肯定的是 尽三一不会很快 对美日构成可信威胁 中共据称拥有数百架 升级后的第四代尽10战机 但中国空军 没有规模庞大或影响力 就在第五代战机 尽20隐形机队 尽20从陆地发射 无法从海上投射力量 并且没有明确迹象 可以表明 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与F-35抗衡 这是他妈扯链弹 美军自己都是夸耀 解放军这个尽20 确实挺牛逼的 这不是F-35可以跟他抗衡的 美国必须只能掉F-22 可以来跟尽20可以玩一下 但是真的怎么样 不一定 这句话我反过来送给反贼 就不一定 我只看到说 美国在这里 原来部署一些F-35 好像还是够的 但是跟尽20玩了几个回合以后 美国就大规模增加F-35的数量 以及把F-22从阿拉斯加调过来 把原来的F-16全部给撤走 从冲程这边 就代表了说 在这里吃紧了 吃紧了 F-35A也具有核能力 可以配备B-61战术和子弹 这是中共飞机可能无法复制另一个变量 如果一架F-35从安全距离外 用航向修正的AIM-9X空对空导弹探测 识别被攻击后者的中共歼20 中共战机可能难以生存 放你个驴儿屁 你F-22 我不知道F-35怎么样 F-22打一个他妈中国的气球 三枚要发射三枚导弹 发射三枚 那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AIM 这个什么导弹 空对空导弹 发射三枚导弹 才打一个气球 才能打中一枚 你扯什么驴弹 然后还什么并可识别攻击 后者中共歼20 中共战机可能难以生存 放你个屁 懂不懂他妈的军事 为了舔美国 他妈的一脸都不要了 笑死我了 还可以配配被B-61战术核子弹 你他妈的B 你F-35配战术核子弹 怎么你已经想让他来炸中国吗 他敢吗 你接他给打他敢吗 解放军G-20也可以配核弹 对不对 战术核弹没问题 还有他妈的B轰6N的可以直接带他妈的B 空射型东风21滴 都可以 轰6N的都可以带 没问题 要不玩一下吧 啥逼玩意儿 你敢打他妈战术核弹吗 打他妈战术核弹 中国他妈超高音速导弹 直接三枚打到美国去 美国民兵他妈的B只发射了 他妈只在前段发射 在他妈的 刚刚他妈的B这样打上来了 解放军早就过去了 这是美军这次外泄文件自己证实的 那不是我在这吹 导弹 打击中国航母的另一个武器 是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巡洋舰发射的战斧导弹新变体 这些导弹能够在多大数 航载雷达曲线或空间下飞行900英里 最新的战斧巡航导弹具有高科技能力 可以适应最终移动目标并摧毁移动中的船只 哎呦 你别他妈跟我来扯了吧 你别跟我来扯了 这他妈笑死我了 海他妈战斧式巡航导弹大航母 我操 这他妈丢死人了 中共都已经开发出来高超音速武器 还在吹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啊 还有什么屌的东西啊 美国最著名的反舰导弹是海上打击版战斧 我操你妈逼的 巡航导弹跟高超音速导弹那是一个量级的吗 啊 巡航导弹跟高超音速导弹是一个荡量的吗 我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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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啊 为了他妈的吹美国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然后又贬及中国说 针对中共东风26和东风21导弹 作战场景均为亚太地区 由潜艇机动发射以进一步提高攻击效率 啊 你扯驴弹吧 解放军现在妈都有应激21了 东风还有东风27 打到夏威夷的啊 打到澳大利亚的达尔文的啊 这些地方 悉尼的啊 傻卵子 弗吉尼亚级潜艇 最后对中共航母最大且最不为人所知的威胁将来是海底无人机和美国海军攻击潜艇 美国海军最牛逼比弗吉尼亚还要吊得海狼级 在南海被解放军的潜艇玩的 被中国的联合反潜玩的 停手都没了 都滚回老家去了 还弗吉尼亚级呢 弗吉尼亚级你要知道 它极其容易被发现 054A的反潜就可以在黄岩岛附近把美国潜艇给逼上来 扯什么驴带 他妈咪笑死我了 弗吉尼亚攻击型核潜艇 放屁 放屁 这玩意儿他妈咪表面的那是个次品表面 被那个反潜机放下来的那个 海上那个浮标 直接就可以探到 而他们探不到中国的那个潜艇 所以说别他妈吹了 我还以为讲述来啥 大家想看 你怎么反对这个脑子 这个他妈是蠢币一样的 海上版战俘式巡航导弹 打中国航母 然后我们这边呢 是055发射的英机21高超音速导弹 末端飞行10马赫 快速 你巡航导弹 你飞行速度 有没有能不能达到 能不能达到1马赫还是2马赫 你那个飞 你那个像飞机一样的 什么叫巡航 这叫巡航弹 像飞机一样的 极其容易被拦截 极其容易被拦截 而我们的末端 史马赫 告诉冲向美国航空母舰 直接把美国航母给炸成了 美国的精神信仰崩塌了 所以说 还是F22F35 贬低歼20 美军的 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都不敢贬低歼20 他们在这里贬低歼20 笑死我了 我操 傻逼一群 你问问美国敢不敢打 现在玩的是战略和力量的投射 中国三到五枚导弹 打到美国去 美国一枚为你民兵 还在空中飞 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区别 十几分钟从中国打到美国 你美国打到中国来 要多少时间 中国可能速度更快 对不对 还有这个卫星 可能也会变成一颗导弹 卫星在美国上空飞 直接一颗导弹 直接就下来了 那速度更快 别给我扯了 谢谢 别给我扯了